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看你都破产了 我可以请你吃东西 不用了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 成为最有价值的可回收垃圾 等等 在卧室里不能吃任何有味大的东西 合同里没有这条规定 现在有了 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 合同一方因故需要修改或补充某些条款 或者解除合同关系时 需要征求对方的同意 你让我看得数 没错吧 没错 但是 就我们俩现在的情况而言 想要彼此都同意的话 可能有些困难 所以 敢赌一局吗 什么意思 玩过大富翁吗 赢的人可以删除或增加合同里的 任意条款 敢赌吗 赌 看好了苏总 五点 不好意思啊 这游戏我从小玩到大 而且一向人品绝佳 你来吧 你来吧 这块地 等等 我买了 这块地我买 盖楼 到你了 苏总 苏总 你走到我的地盘了 交租吧 等等 我要套现 你想好了啊 现在套现 你租地的时候 要交付抵押值百分之十的利息 用你说 想一会 你去那个手 你不再来吧 没有 在哪里 你想要 这一天 你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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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总 你的卡里好像没钱了 就这些了 破产了 不玩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破产吗 因为你没有恰好自信流 也没有思考竞争对手的策略 在商场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游乐园 你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变化 和内部部门运营 来 行 运动服输 说吧 你要 你要加什么条款 不要在卧室里吃东西 就这么简单 我只是不喜欢垃圾食品的味道 今天看你都破产了 我可以请你吃东西 不用了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 成为最有价值的可回收垃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